郑立军委员发言 郑立军委员 郑立军委员 郑委员不在 请邮美女委员发言 主席还有我们所有在场的委员 大家午安大家好 刚刚国民党呢 一再地提到说 好 这个马习惠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的一个大事 所以呢 应该要让马总统呢 到我们立法院来做国情报告 好 既然是一个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 而且是一个就是 66年来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事件 那大家不要忘了 国民党口口声声讲宪法 我们的宪法第63条 清清楚楚的规定 对于国家的重要事项 我们立法院有议决权 今天既然是这么重要的事件 为什么在事先没有经过我们立法院的议决 甚至连我们的王院长都事先不知道 直到要出国的前两天才跟院长讲说 他要来建院长 由这个行政院长去跟院长约时间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得到说 这是完全违背我们宪法的 宪法规定说我们的 我们的立委 对于这所有的国家的重要事项 有议决的权利 那甚至呢在318悬议之后 其实人民所要求的就是什么 资讯的公开 国会的实质监督 今天我们国会监督到哪里去了 今天国会前面完全不知情 连院长都不知道 然后突然告诉你说 好今天的秘密呢 我们要秘密的会议 然后呢派人来这里说明 然后呢我们完全没有智慧的余地 那今天晚了之后 他到立法院来做国情报告 让大家来背书 这样子叫做实质监督吗 这样子叫做完全的所谓的背书 完全的黑箱作业 然后叫立法院来背书 这是完全背离我们台湾的民主 的一个整个一个制度 这整个一个程序的正义 完全没有遵守 何况在这整个马席会的过程里面 今天习近平所讲的 就是他们最大的价值 就是中华民族 所谓的兄弟 所谓的同胞 所谓的血农移情 台湾最重要的价值在哪里 就是我们的民主 我们的自由 我们的人权 可是在马总统 在这个马席会里面 一句都不敢提 所以把我们台湾的所有价值 完全不敢提 只敢提到的是什么 所谓的一中原则 一个中国的原则 把一个中国的原则 作为政治谈判的基础 作为政治的一个基础 这整个是把我们台湾所有人民的自由 民主 人权 弃之以不顾 甚至剥夺我们台湾人民自由选择的权利 台湾的未来 是要有两千三百万的人民 自己来决定 马总统没有权利替台湾人民来做决定 谢谢游民理委员 请叶金林委员发言 刚刚听到